14.42 看看这个南冲北站这边 它就是后线的一个站 镇线广场特别大你看这 那不是一板太大 还是强盘的 该比那个成都东站的镇线广场还大 这应该是一个一顿站 我感觉 它是对面最有两个高楼 我看你 据说是南冲未来的第一高楼 那里还有两个熊猫 这边原来都是山 它们把这个山给推了 然后接着这个火车 对面那边是住宁交的 这边是 做第一次 现在我是准备进站的 好家伙 南冲2002年的GDP大概是 2685亿啊 长度人口555万 人均GDP的话不高啊 只有四万八 翔到了底的这一个 这个可能在市场这边都是排倒数的 就是GDP 但它们这边陈建非常厉害 看你们 从这边进站 送客直步 看这个站里面什么样 过往前进来了 它这里面 都还要卖车的 还不错 你如果肚子饿了可以在这边吃饭 这里面感觉还挺大 这是它的一层 上面应该还有一个二层啊 看看 目前这边不是很多 这可以直接看到对面这么大一个火车 应该是一个沉浸列车 哇 看看这个 二层上面还有一 二层应该是另外的这个火车的 这个要看好 你这是在哪一个 哪一层火车有的 不要等错了 这个按键机它没有全开 你看这看外面 还是很壮观的 看外面 我们上去看看这个 二楼是怎么模样的 从这边可以做电梯上去 南充这些年的发展 还是非常的迅猛啊 真的发展得非常的迅猛 感受一下整体这边这个城市 毕竟是拥有555万人口的大城 这上面人要稍微少一点 在下面等的人要多一点 这上面还是 那边是充电的 进来了 这边是它的正台上面 感觉人也特别多 看一看 人超多 这都是去城堡的 哇 这天哪 还是很厉害的 这个 哇 到四川第一大城 成都了 哇 好家伙 不会是四川第一大城 你看这边 一出来就高楼林立的 它这一个据说是有14台 26线 成都东站 哇 这来这个成都东的人也特别的多 这个应该是在成都的 东三环城去 据说这个站是有5层 现在是准备下去了 出去看看这边的这个模样 成都的话它 哇 整个四川它一超啊 都没有多强 它2年2年的GDP有2万亿 长度能够是2100万 所以下的四川应该是21个市啊 就没有那个什么 有一个破4000亿的都没有 破5000亿的更没有 它这个 除了成都之外 最高的一个好像是 你也讲 3600亿 这个比 都北那边更厉害 都北那边一省 抵了一个武汉出来 但是它那边也有破5000亿的城市 四川一个都没有 我这好像人太多了 全部都在这里走出 这么大一个站 只有一个出口吗 往前面走能不能出呢 应该可以吧 不可能只有一个出口吧 我再下去了 这是坐电梯的 哎 都是坐电梯的吗 没有 步行器吗 哇出来了 看看这边 哇人太多了 我们现在是下了一层 从这边应该就是 出站 好家伙 这应该也是一个交通集合站 就是 郭交地铁啊 低沙巴沙 应该全部都是在这个站里面 你看这一个 这应该都是从 四川其他地方过来的 全部都是来成都的 成都住了四分之一的四川人 四川是有多少 8400万嘛 成都2100万嘛 这里还有很多杂鸡 大家都堵在那里 这边不能出吗 不一样可以出吗 为什么都要堵在那里呢 咦 我们出来了 哇这里面人更多了 这该往哪里走 这个 二号線 我们去抓二号線 二号線去到室内 这就是四川第一大城的风采 人山人海啊 我怎么在那里走 等一下 谢谢大家